军武速帝军情必达 2018年3月4日 叛逃英国的前俄罗斯双面间谍 斯克里帕尔在伦敦被神秘投毒 送医后发现其感染神经毒剂 斯克里帕尔曾是科格伯特工 后效力于俄联邦安全局 1995年 斯克里帕尔仅为了10万美元的报酬 就被英国军情六处成功策反 叛变后 斯克里帕尔供出了超过300名俄罗斯海外间谍 导致俄罗斯在欧洲经营多年的情报网毁于一旦 对于这个可耻的叛徒 俄罗斯必欲除之而后快 2004年趁其回国时 俄安全部门对其强行逮捕 但2010年 斯克里帕尔作为美俄间谍交换协议的一部分被赦免 移居英国后 斯克里帕尔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 但俄罗斯岂会轻易放过他 2012年 斯克里帕尔的妻子死于神秘车祸 2017年 他的儿子也在一次离奇的车祸中丧生 俄罗斯安全部门就是要让叛徒饱偿痛苦 再接受处决 最终历经8年的追杀 斯克里帕尔在2018年3月4日被神秘投毒 如今命在旦夕 当然 要对付这些警惕性极高的叛徒 除了需要耐心 也需要点非常手段 1978年 保加利亚共产党叛徒 马尔科夫在英国莫名病死 法医在解剖尸体时 从他的腿上找到了一颗微小的空心金属球 里头含有0.2毫克的碧马毒素 事后查明 马尔科夫死前4天 曾在公交车站 和一名陌生男子发生过接触 对方的雨伞在过程中 不小心碰到了马尔科夫以下 而就是这一下 在4天后要了马尔科夫的命 原来 克格勃特工将装有碧马毒素的金属小球 通过雨伞型气枪 射入马尔科夫体内 碧马毒素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毒素之一 中毒数小时后 马尔科夫就不治身亡 事实上 对于这些叛国者 俄罗斯一向是毫不手软 这些掌握关键情报的人 一旦叛变 对国家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即使逃到天涯海角 也要让他们得到惩罚 而令人震惊的是 中国也曾出现一起令人震惊的叛国案 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 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 披露了部分高层领导叛变的案例 2013年 中国驻朝鲜半岛全权代表 居然被韩国策反 泄露关键情报 导致中国在六方会谈中损失惨重 由于内容可能敏感 我们把这段完整视频 放到了微信公众号上 搜索并关注军武速递微信公众号 回复叛徒 为你揭开这桩耸人听闻的 大使叛变案 1993年7月7日 中原总公司银河号货轮 驶离天津港 满载着682个集装箱 驶往中东 刚刚航行16天 7月23日 美国驻华大使馆 却紧急召会中国外交部 声称 据美国情报机构的可靠情报 银河号上 装有运送到伊朗的化学原料 硫二甘醇和亚硫鲜率 两者是用来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 美国人蛮横无理的要求 银河号立即停航接受检查 中国政府坚决回绝了美国的无理要求 但1993年8月2日上午 已经航行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银河号 突然遭到美国一艘巡洋舰的阻拦 并威胁银河号 如果不听从美军安排 就动用武力 同时美国也切断了银河号的GPS导航信号 在美军的武力胁迫下 银河号被迫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 东口10公里的海面上 随后银河号与美方僵持十余天 在当时设施50多度的酷热下 银河号饱受缺水断供之苦 经我国政府交涉 银河号才驶入达曼港 得以补充食物和淡水 面对美国的蓄意灾害 为了表明清白 中国被迫同意接受检查 但条件是 必须由中国和沙特代表共同执行 美方只能是以沙特聘请顾问的身份参与 8月28日上午9时 沙方和美方检查人员登上银河号 美国为了这次检查 可谓煞费苦心 参与人员有化物专家 爆炸物专家 海运专家 不挖地三尺找出化学原料 美方是不会善把甘休的 最终 美方专家把银河号上的682集装箱 全部打开 仔细检查 也没有发现化学武器原料 中国当时负责此事的外交部副司长沙祖康 再也按捺不住愤怒 大声斥责美方人员 难道你们是花一美元买来的这个情报吗 面对这个打脸的结果 美国对中情局提供假情报的混蛋大为光火 之后便将这个情报员炒了鱿鱼 在事实面前 美国政府不得不表示遗憾 并赔偿银河号延期交货的罚金 以及其他经济损失约1042万美金 但国家尊严岂是能用金钱赔偿的 在公海大洋公然扣押一主权国家货轮 是对中国国家尊严赤裸裸的践踏 事后 沙祖康副司长连用26个窝囊 以表达当时的悲愤 你用游行能把道歉游出来吗 你用武力解决又没有这个能力 不过还有一点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当时面对美国的强行搜查 睿智的沙祖康司长用了一个妙招 把搜查的美国大兵直接搞中暑了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把这段沙祖康司长口述视频的完整版 放到了微信公众号上 搜索并关注军武苏地微信公众号 回复银河 告诉你当时美国人被整得有多惨 像美国和俄罗斯这种军事强国 之所以能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 绝不是单纯依靠尖船力炮 在国防与爱国教育方面也有独到之处 美国海军会定期举行一项 名为老虎巡航的活动 每到这时 舰上军人可邀请亲属和朋友 在通过申请并缴纳82美元费用后 登上战舰 出海一天至一周 美军每艘战舰都会举行这样的活动 不论是航母还是驱逐舰 甚至是核潜艇 美国海军非常重视老虎巡航 以巡航为例 会专门安排舰载机飞行表演 在舰载机起飞时 这些平民可以登上甲板 在十几米的距离上 近距离感受数十吨的机械怪兽 从眼前飞过 十分具有震撼力 除此之外 还有实弹射击等活动 让平民充分体验军队生活 甚至还会让很多儿童 穿上甲板人员的工作服 亲自体验一把 与舰载机的亲密接触 从小就种下一颗 对军队的向往之心 种种吸引人眼球的实力展示 前一幕话中 就对平民进行了 国防与爱国主义教育 加强了对军队的支持 同样 俄罗斯也十分重视 对青少年儿童的国防教育 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段视频 一名脸上还充满志气的小朋友 全副武装的坐在T72坦克中 从准备到射击 操作十分熟练 一看就是个老手 小朋友的个子够不到瞄准镜 就站起来进行瞄准 主炮射击的烟雾散去后 小朋友对着镜头 露出自信的微笑 这么大点的小朋友 为何能如此熟练的操作坦克 俄罗斯的孩子从六岁开始 就有部分被送往少年军校 少年军校的规章制度 完全按照现役部队严格要求 什么拆解AK步枪 徒手格斗 对他们全都不叫事 除传统的军事训练 这些孩子还要系统学习 各种武器知识和作战指挥 正所谓少年强则国强 这些从小就接受军事训练的孩子 长大后进入军队 便会成为军队的中间力量 极大提高俄军的战斗力 每年的红场阅兵之后 俄罗斯民众会手持参加 卫国战争的亲人肖像 在街道上组成不朽的军团 让孩子们与为祖国流血牺牲的先辈一起 共享战争胜利的荣光 看着老兵举起颤抖的手敬礼 身边的孩子也学着爷爷的样子 举起右手 这一刻无疑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在如此浓烈的爱国主义氛围熏陶下 俄罗斯少年从小就养成了坚定的爱国情节 而由这样一支热血青年组成的军队 到了战场上才能无往而不胜 2018年2月 俄军一架苏-25攻击机 在叙利亚战场被极端武装击落 飞行员寡不敌众 在最后关头为掩护队友 拉响手榴弹 自杀殉国 此事极大鼓舞了俄民众的爱国热情 在牺牲飞行员的葬礼上 尽管天气非常寒冷 但无数的俄罗斯民众 还是自发为自己的国家英雄送行 而对于杀害飞行员的武装分子 土经明确表示 事后 俄军出动武装直升机和特种部队 将该地极端武装团团包围 不接受投降 一个不留 篇幅有限 为此 我们将当时俄特种兵 剿灭恐怖分子的实战视频 放到了微信公众号上 搜索并关注军武速帝微信公众号 回复报仇 看看俄军是怎样为战友复仇的